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创意成就未来》 欢迎收看全国首档 青年创业思想秀《华商启示录》 更多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进入 《爱奇艺华商启示录》专区点播 我想大家一定会对 今年9月初在杭州进行的 G20峰会记忆犹新 那么多的国际级首脑齐聚杭州 可谓是盛况空前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最关注的还是这些首脑和夫人们 究竟吃了哪些美食 这看着看着我就发现了 在国宴上这些精美的器物 其实比美食还要吸引人 那么这些美轮美奂的国宴用词 究竟是怎么来的 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 国宴用词供应者中的一位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创业者 赵春阳 词业人 马格隆特品牌创始人 自2001年设计制作上海 IPEC首脑峰会国宴参词开始 他和团队先后服务过 9次重大国宴活动 2016年马格隆特成为 G20峰会国宴餐具供应商之一 用一套绿水青山系列古词 将江南诗意之美呈现给世界 有请马格隆特古词创始人 赵春阳先生 欢迎 你好 中国 也好有活力 欢迎 欢迎 刚才在念的时候 我又觉得您这品牌特别的拗口 马格隆特 有点阳不阳中不中的 这四个中文字 最早有了一个英文单词 叫Miracle Dynasty 音译过来的 那么Miracle Dynasty 是奇迹王朝和创造时代的一诗 退向国宴的时候 您觉得这个名字 它是更有优势呢 还是不够中国 其实刚开始 你不会是很容易 去记住这个名字 可是当你记住这个品牌 背后和这个品牌 所有的创造力的时候 你会探索和研究 马格隆特的古词事件 所以我们想接下来 听你的故事 把舞台交给你 大家好 我是上海马格隆特 古词公司创始人赵春阳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敏锐动喜善用机会 马格隆特公司 是2001年创业的 我们做下了2001年 上海APAC国宴之后 我们在总集 我们三个人的创业公司 能够做下这场国宴 就是我们根据APAC会议的主题 重新设计了一套 符合APAC主题的餐具 为我们马格隆特公司的发展 拨下了一颗种子 设计之路 在这16年间 服务过9次 国家重大的国宴活动 伴随着国宴 也是我的成长之路 2013年9月 我们接到任务 要完成上海亚信首脑峰会 国宴的设计任务 我们在思考 这一场国宴 应该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那时候 刚刚进入最早的筹备期 我们没有太多的资讯 于是 我们去查阅和翻看 我们国家 2013年 主席在国外演讲的主题 内容是什么 13年 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尔俄罗斯 分闭有两场演讲 提到了 石头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的建设 后来我们再一查阅 亚信峰会上来的国家 多数都是石头之路上 曾经去到过的国家 于是 我们把这一场亚信峰会主题 初步定为《思路盛宴》 我们就查阅大量的 关于石头之路的文献 资料 素材 我们来研究 探讨 如何设计这样一场《思路盛宴》 我清楚地记得 我们把盛汤的一支汤中 设计成了一艘石头之路上的 正和下西洋的一艘宝船 汤中的提牛做成了番 我们希望 在亚信峰会这样一场 国宴上的时候 更多的是能够传递 石头之路文化的内涵 没想到 看完这个汤中的时候 主委会领导就说了一句 我看这个方案行吗 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方向 继续地升华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所有的机会 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除了准备还不够 还要用心准备 用心准备还不够 要千百次的用心 我年轻的时候 是一名三大运动员 我的师父就告诉我 所有的动作都是绝招 每一个绝招 都是千百万次的重复 在北京 APEC邀约我们去北京的时候 我们团队去了六个人 做了清楚的分工 我们有3D建模的设计师 我们有摄影摄像的设计师 平面的设计师 文案的设计师 带着电脑 带着我们的器材 去到了北京 当我们有组委会见面的时候 主办方告诉我们 你们的方案呢 我说我们还没有方案 我没方案你来干什么 我说这不人都来了吗 人来了方案就带来了 我说先别急 你安排人员把你所有的流程 给我们做一次介绍 判官的时候 每一个人员都在精心地记录 看到每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里应该放什么 这里应该策划什么 你看见了什么 你发现了什么 你可以思考到什么 你的洞悉到什么 当晚上我们沟通到了 10点半钟的时候 我们提出来 给我们今天有WiFi的会议室吧 给我们拿一箱啤酒来 还有咖啡 明天早上10点半钟 你们来听汇报吧 我们所有的组建 就是一种特种兵模式 六个人都精专 有他每一个人 所负责的工作的范围 还有这六个人 平上高度的磨合之间的默契度 配合度 搜索资料的 所有资料的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的转化和提炼 做平面的 那些平面是先开工的 做3D的 哪些东西 叫先建模型的 哪些东西 是可以做数据库里面 去寻找出来的概念的 也就是这样一个意外 我们一直做做做 到了第二天早上的10点钟 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方案 洗澡 准备汇报 当我们把所有的方案 诉说完的时候 主办方的领导 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看做方案不分时间长短 有的公司半年时间的方案 也没有这个公司 一个晚上做出来的专业 我们被肯定了 2014年 赵春阳和他的团队 总共完成了 三场国宴参词的设计制作 上海亚信首脑峰会 南京青澳会 北京APEC首脑峰会 也是在这一年 他入选了上海浦东新区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代表者 当鲜花和掌声有来时 他开始回忆 十六年前创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再开车 骑自行车 走路 挤公交 坐地铁 重新去洞悉生活和观察生活 每年春季大家都看到 人乃人往 难乃卑往 从城市回到老家 无论家再远 都期待妈妈的那一顿家宴 我发现我更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 如何从国宴到家宴 让中国家宴文化复兴 带着自己心里暗下的 这一个使命 我开始行动了 也就在2016年 马克隆特团队有幸服务G20 打造国宴 我和我们的团队一起讨论 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的事情 我们在向世界传播的同事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中国家庭 也能用上这一套国宴的餐具 我们的团队用了18个月的时间 总共做了17套方案 当每一套方案出来之后 我们都觉得这一套方案不错 还可以 可是当我们不断地开讨论会 在研讨的时候 总觉得它不够 我们在想 如何走进寻常老百姓家 美丽乡村 绿水青山 我们这一套G20的国宴餐具 设计的装饰图案 用的颜色基调 所呈现的画面就是绿水青山 同时我们用了工笔加洗衣的绘画的方式 所画的是杭州的小桥流水西湖的美景 正如西主席所讲 选择杭州这座城市召开G20 它是中国众多城市当中的一座代表 通过杭州这样一个平台 不仅是传递给世界 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理念 传递给我们中国人 我们去梳洗祖国未来的美好 我们去梳洗祖国的绿水青山 我们就想基础有这样一套国宴的产品 走进家宴的时候 把这个文化深入到每一个家庭 能够传播出去 谢谢 谢谢张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我觉得张总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的人 是吧 说着说着就激动了起来 再回顾一下最痛苦的时候 这17亿起稿最巅峰的时候 最过不下去的时候 你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能给我们回一回吗 最懒的时候 整个人神经都绷紧了 整个的血液全部往头上涌 气血上到头上下不来 你别吓我 中医就告诉说 再这么下去 你整个人就报废了 通过中医放血疗法 放血啊 为什么要放血 下不来要把它排出去 砸耳朵血管的时候 那个血是砰出去的 那你当时整个脸都是红的是吗 整个人的脸是僵硬的 没表情的 你没有感觉是吗 直到现在 这个脸还有一些麻木 特别想看一下 这一套凝聚了 你们整个团队 心血的作品 究竟是什么样的 带来了 来 我们来一起 近距离地观摩一下 现在重现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这次 G20杭州峰会的 国宴用词了 我该怎么来认识它的美 还是请赵总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件 山坦音乐的半球尊顶 贵宾们做上来之前 就已经摆好的 那么我们把西府的山坦音乐 做成了这个提灸 这都是纯手工雕刻的 纯手工雕刻 所以成品率会很低 成品率很低 那么在做装饰的设计上的时候 那我们把桂花与翠组相互依味缠绕 代表着G20成员国 相互之间共同繁荣与发展 杭州已被誉为千桥之城 我们把桥的元素 与运用设计在了器皿上面 桥它是友谊之桥 经济合作共影之桥 G20的logo也是个桥的元素 真的是颜值和内涵齐飞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不是全部 总共这一套国宴餐具 西府盛宴是96件 就是一个人用餐 要用到96件器皿是吗 你有些器皿 真是在用的时候 是用不上的 你比如说我们上茶的 中式的盖碗茶 也会有西式的咖啡 还会有不同的红茶 您只会选择一种 对 所以这个器皿呢 就会有充分的准备 就一般外行我们就是 看 好看 但不知道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和讲究 这一圈看下来 我们就更好奇了 这17版每一版过来 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这16套方案 每一套方案也都是 也都挺美的 挺美的 今天我们也带了 其中被缝钉的 那我们也想来看一下 来 大家你看 这是不是也很漂亮 青花瓷 一搞一搞演绎的时候 我们在琢磨和思考 什么样的色彩 什么样的一个图案的装饰设计 和造型相吻合的时候 适合与杭州这座城市 适合与西湖边接领的国宴的场景 这一款被缝钉掉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桥 应该更好地呈现和连接起来 没连上是吗 没有连接起来 这一稿是第16稿 也很烟语江南 不过作为一个杭州人 整个看下来 却是最后的一版 最能体现杭州峰会的特色 来 掌声鼓励一下 刚才欣赏了 精美的国宴用词之后 看看弹幕我们的观众 提了哪些问题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肯定很贵吧 反正我买不起 这个我也想了解一下 那整套能买到吗 这一套国宴是收藏版 我们也没有把它推向市场 只是一些收藏爱好者 所以它有一个收藏价值吧 收藏价值 总共是169,800 是和国宴餐具同批 同款 同咬 一起烧制出来的 所以现在才推出了家宴版 不是完全的同款 家宴版和国宴版 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 国宴更注重仪式感 家宴更注重功能性和使用性 但是所有的装饰设计的图案 全部都是从这套国宴餐具上面 延伸过来的 好 我们的三位青春追梦人 也久等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追梦人互动时间 首先请我们赵卓吧 美女记者 你好 赵卓 前期在了解我们国宴用词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媒体 包括网上也好 一些公众号上也好 看到的都是我们刚刚展示的 我们MD的绿水青山系列 因为我有了解 在G20国宴词的候选期间 其实是有四家单位都入选的 包括我们MD在内 所以在我看来 是不是您或者您的团队 特别善于营销 尤其是捆绑事件的这种营销方式 咱们的G20峰会是9月4号 5号 然后在这个之前 大概是前一天 咱们马格隆特 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发布会 这是唯一一家 这个国宴用词做的一个发布会 所以当我们不解渴 想要去搜索和浏览的时候 搜到的都是我们 马格隆特的产品的图片 我们做企业 回到本身来讲 你去为一个营销 做一个营销的时候 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营销 任何一个活动也好 和任何一个准备也好 最重要的做每一件事情 用心去做 它这个理念真没技巧 所有的方法来自于 打开你大脑的洞察和洞悉 当你带着一个使命去做的时候 就像我们杭州的马云先生一样的 他是一种使命感去做的时候 阿里巴巴在整个中国大地 灿烂开花 马格隆特又一直是做 国宴为国家服务的 这个团队的素质是过硬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 应该把国宴分享到家宴 其实做企业来说 真的是要坚持内容为王 我先把我的产品做好了 没什么可说的 是的 所以我充分地理解您 大家鼓掌 下一位 吴玉敏也是龙泉清辞的首席济师 我想从根源上提个问题 就是说您认为是文化为先呢 还是工业为主 咱们一般情况下 做工艺品的人 都是首先有一个文化沉点 然后形成的一个链条 那么这两个同时存在的时候 这里头的话 是什么放得更前面一点好 才能够达到将来的一个发展 工艺是一个技艺 这个技艺呢 有深有浅 有高有低 对 有句话叫 没有这个金刚钻 你别懒着瓷器祸 对 你首先得有自己的底牌 和的吃饭的本钱 文化是你在做这件产品 设计这件产品的时候 你的创意和赋予这件产品 设计的内涵 你所要传达和与消费者之间 沟通的语言是什么 那么我在想 无论你是做哪一个定位 高中低 哪一个定位的商品和产品的时候 在现在这个时代 都要做出好的品质出来 都要做出产品文化的内涵出来 哪怕就是一根牙签 在上面能不能有一些设计 和一些新的创意 然后再把所掌握 制造牙签的这个技术 能不能发挥得更好 我们讲的就是创新 一定要赋予产品内涵的同时 把记忆不断地去完善 去做到降忍 降薪 降品 非极致 不将就 你想你的产品 卖不火才怪了 就是内涵和颜值齐飞 所以两样一样也不可少 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我们最后一位熊木木 赵总 您好 您好 刚刚我有听您提到过 在创业的过程中 要时刻地保持敏锐 但是这个状态 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身边的人群 或者环境去影响 然后创业的方向也会感到迷惘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用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受得起委屈 抵制出诱惑 经得起考验 受得起委屈是什么 你所有做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市场的竞争 你会有团队的管理 你会有外部的压力 等等自己 甚至有的时候 情绪会来自于自己 那你自己要懂得自己 你的度量不就是委屈称大的吗 要想再往前面做得更好 度量大点 所有的情绪就好了吗 还有抵制出这诱惑 你做的是这类产品 旁边还有那类产品 你做的那类产品 那么你的品牌的定位是什么 这个你要经得住诱惑的 还有一个经得住考验 坚持自己的想法 在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修缮和修正 在奔跑当中调整知识 跑错了不要紧 但一定要知道自己跑错了 目标和方向认证在哪里 至于说中间是织做过去的 扰作过去的 还是爬行过去的 在过程当中寻找 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 过这个河 我以为您会说练一套舞拳 然后喝一杯那个 马格隆特的瓷器的茶 一切都过去了 不忘初心 方德时装 对的 就是初心很重要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华商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也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独家播出 随时随地想看就看 更多新闻请下载 《中国来新闻客户端》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 我主良缘创始人邓塔 太专业了 将跟我们聊聊 相亲那些趣事 你开始牵手的吗 怎么都牵得那么紧啊